说呢 长球右侧旋的下旋 它发不转 那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发这个球威胁才会比较大 我们看啊 这个是勾手拱的上旋 这个是勾手的侧下旋 你看什么样的威胁才会比较大呢 一定是我两个球的动作基本一样 并且呢 弧线没有大势的差距 都很长 都很快 但是旋转上它有区别 这才是大家不好接的一个难的点 而不是说你勾手发球想要去发的多么转 或者拱球发的多么拱 但是你看啊 朋友们 我如果说想发转或者想发快 我也能够去发好 但是你去看一下朋友们 这是勾手的侧下旋 很转 长 又比较快 那我发一个勾手拱 你会发现我两个球的动作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 那朋友们想一想 什么样的球才不好接 一定是动作模糊 有假动作 并且呢 看似是一个动作 但是发出两种旋转 它才能够去不好接 那朋友们可以再看一下 勾手拱 第二个就是勾手侧下 差不多 你看第一个是勾手拱 朋友们看啊 第一个 拱 第二个 第二个是勾手侧下 这种情况下对于大家来说 才是最不好接的一个球 因为看着我的动作 基本都一样 都是往我的前上方去走 都是一个出手动作 但是发出两种不同的旋转 这个是大家所需要去做的 看不懂就对的 这个球是我的一个绝招啊 我一会也会教给大家 别急 好不好朋友们 咱们今天呢 就按照昨天所说的啊 咱们给大家去聊一聊 勾手的拱球 然后呢 勾手拱 讲完之后 给大家去讲一个进阶的点 进阶的点啊 合不上力 球不转 合不上力 就是没用身体 你看啊 合力 靠的是身体的合力 懂了吗 反手上学 什么 就就这个 这个吧 好吧 对 讲课了 朋友们啊 咱们那个 没点关注的点关注啊 没点赞的咱们 点赞好吧 每每一天的点赞任务啊 因为官方是有考核 咱们就一万点赞 好吧 大家点到了 我就也不说了 咱们点点赞 点到一万赞 咱们就 OK了 好吧 开始啊 咱们给大家去聊一聊 勾手的拱球 啊 勾手拱 勾手侧下和勾手拱啊 我一会儿都会讲 但是朋友们别急 咱们按照我的思路来 好吧 绝对是能够让大家去有收获啊 有收获啊 来啊 我先给大家去发两个球 你去看一看这个勾手拱的特点是什么 我们仔细去观察观察 因为现在大家的视角就是揭发球的视角 朋友们看啊 勾手拱 它的特点是什么 朋友们可以从我发的这个球去分析一下啊 特点是什么 这个是勾手拱 特点是什么 包括直拍啊 朋友们哈 特点是什么 咱们一点一点去给大家去分析啊 勾手拱的特点 快 第一个没问题 速度比较快 因为它属于一个偷长球的范围 所以速度永远是占到第一位的 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个呢 就是你会发现我和纯奔球相比啊 你看啊 这个是纯奔球 这个是勾手拱 它第二个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勾手拱球 它会有旋转 它是一个强上旋 和纯撞过去的球 它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 这是第二个点 第三个点呢 就是它发的比较长 并且呢 它弧线是比较低的 其实总共就四个特点啊 第一个特点速度快 第二个特点旋转强 第三个特点 发的比较长 也就是说落点比较深 第四个就是弧线比较低 其实难点在哪里啊 难点在旋转和弧线上 因为快和长 其实都很简单 难的就是它如何去加 如何去加这种弧线 发的比较低 好 咱们正式开始啊 朋友们 首先啊 先说快 快其实是最简单的 朋友们想一想 你发纯奔球 怎么样才能把这个球 发的比较快呀 是不是 撞击比较多 球的速度才会比较快 所以说我们勾手发球 勾手拱球 它一定是以撞击为主的 那所以说我们的握拍调节啊 你需要去调整到一个 你的球拍和球接触面积 越大越好 记住我所说的 记住我所说的 朋友们 你的球拍拍面的接触面积 和球的接触面积 要越大越好 所以你去发勾手拱球 你要先接触到球的 一个正后方 然后再去进行 往前的一个连贯的摩擦 它才能有这种 比较好的旋转性会强 所以说第一点 朋友们需要去做的 尽可能的去撞击到来球 这是第一点 很简单啊 撞击嘛 如何才能让球拍和球 邦邦邦 接触面积会更大 这就OK了 这是第一个 很简单 那第二个呢 就如何去加旋转 这个还是比较难的 我给大家去看一下 我手上的一个动作啊 朋友们看啊 如何去加旋转 你去看一看啊 我是怎么去发的啊 你接触到球 朋友们看啊 勾手发球的握拍方式 握好之后啊 撞击到球之后 如何去加旋转 看我的手 朋友们啊 就这样 看我的手去做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朋友们可以去看一看 球在这里 我的球拍撞完之后 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你把这个球去盖过去的 看到朋友们 那我给大家去发一个慢动作 朋友们去看一下啊 勾手拱的慢动作 它的雏形 应该如何去发 看好 这个就是勾手拱的慢动作的雏形 大家去观察一下 这个动作和什么技术会比较相似 朋友们可以去思考思考啊 我这个动作和什么技术是比较相似的 朋友们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你就能够去在 当中你有摩擦了 哎 说的很好 弧圈球 是不是和正手拉弧圈是比较相似的 朋友们想一想 正手拉弧圈是不是 正状态 那我去发球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变相 变异版的正手拉弧圈球 只不过唯一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拉弧圈球 你直接拉到对面的球台上 但是勾手拱球的发球 它是需要先摩擦到自己的球台上 然后再到对面的球台上 所以就相当于什么 用勾着手腕的动作 去进行了一个正手拉弧圈球的一个变化 这个就是大家一开始去练勾手 拱他的一个雏形 卧槽今天人这么多 朋友们可以点点赞啊 我说今天人人这么多的 点点赞啊 朋友们点点赞 看看朋友们看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一个雏形 那唯一需要去注意的一个点 是什么呢 就是你如何才能有撞击 同时你也有摩擦 其实这个是最难的 包括大家平时去拉下弦 也是这个点 你有撞击的 啪 但是你没有摩擦了 如何才能既有撞击又有摩擦 来 朋友们看啊 如何才能具有撞击又有摩擦 我发给我们学校进千人群社团 感谢支持 感谢啊 朋友们看啊 大家需要去注意的是什么 撞击是怎么来的 朋友们记好我所说的话 你记住了 你能够在拉球过程当中也有提升啊 撞击是怎么来的 撞击靠的是你球拍和球的接触面积是否比较足 你们看啊 奔球怎么发呀 是不是 拍越力 撞击到球的后方 这就是撞击 摩擦呢 就相当于你用一开始一个撞击的拍形 最后去把你的手指手腕进行翻盖 也就是连贯性的动作 一开始接触球 撞击 然后连续性的把你的动作盖下去 因为你在盖的过程当中是涉及到手指和手腕的一个压弧线 那你手指手腕去动了 自然你这个球它就有旋转了 我们想一想 手指手腕是干什么用的 手指手腕它一定是制造摩擦用的 所以你就调整好自己的拍形 让你的球拍尽可能的接触球的面积比较广 然后接触球的瞬间 往前去进行翻盖 这个就是一开始我们所需发的勾手发球的一个雏形 包括 也是一样 想要这个球拉的比较挺 这个球既有速度又有旋转 你一定是先把你的拍形略微略微的去提高你的接触面积 然后接触球的一瞬间 手指手腕瞬间的一个转动 这个球就有摩擦了 讲到这里 朋友们能懂的 咱们先扣个一 好吧 朋友们 讲到这里 大家能懂的 先扣个一 也就是说 现在大家抛开身体不谈 抛开手的重心不谈 你只需要去做好你手上的东西 球拍和球尽可能的保持比较足的接触面积 然后接触球的一瞬间 往前去翻盖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 勾手拱 最基本的勾手拱 咱们今天 大家去讲的是勾手拱球 有别的问题 朋友们也可以问 但是你需要等我把这些课的东西讲完了 咱们再提问 好吧 会给大家时间去提问 朋友们别急 别急 那这个是不是解决了既有速度 因为就是拍行的问题 你要去撞击 那摩擦呢 就是你再去接触球的一瞬间 你去翻盖 这个就是摩擦 很简单 很简单 这两点解决了 那第三点 就是如何把这个球发的比较长 直拍一样 直横拍没有区别 有区别的点 我会提出来 没有区别就默认是一样的 因为直横拍最大的区别 握拍的调节 别的撞击和摩擦 它都是一样的呀 只不过发力手指啊 发力手指是略有一点区别啊 横拍 长顶的朋友们 大拇指和食指发力 直拍 是大拇指 中指 无名指 这三个手指是最重要的 然后是十 四个手指去发力 别的没区别 别的没区别 懂了吧 那第三个点 就是这个球如何发长 发长 你要遵循一个原理 原理叫什么呢 叫做对称的原理 为什么刚刚在一开播的时候 有的朋友们说 我这个球发不长 或者说一发长 这个球就容易失误 朋友们看一看 想发长 你要怎么去练 我给大家去说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啊 想要把这个球发长 你需要去做的是 先不去看你的目标点 先去把你的第一落点 去看准确 什么意思 朋友们看啊 大家去看我怎么发的啊 我这个球长吗 朋友们可以自己看啊 我没有去看前面的落点 我看的是什么呢 看的是我的第一跳 所以大家想要把长度去发好 你关键点 你的着重点 一定是放到自己的第一跳 而不是如何去看 对面你有没有发长 包括你去发什么球呢 奔球 你看我眼睛从来不往前看 但是我就知道这个球我一定能发长 长吧 朋友们 一定是长的 所以说对称的原理是什么呢 你第一跳 靠近于球网 所以跳过去的球 它也靠近于球网 它就是一个短球 你第一跳远离于球网 靠近于自己 离自己身体比较近 那这个球 它就是长球 就是第三个点 如何去发 找好你的第一落点 盯好这里 你就能够去发出长球 第三点 这一点朋友们能听懂 咱们再扣个1 好吧 咱们和大家去多去互动互动啊 因为这些东西呢 都是偏向于基础的东西 如果大家能听懂 我才能后续继续给大家去过渡到难点的知识点 所以说咱们需要一步一步一步的往前走 往前走 好朋友们 对咱们没点关注的啊 朋友们可以给小能去点关注 好吧 每天中午12点半 咱们会准时开播啊 咱们给大家去分享分享 非的技术教学 来啊 那这个是第三点 那第四个特点呢 就是弧线要发的比较低 发的比较好 那发距的效果是什么样 朋友们看啊 最好的效果 就是这样 弧线是比较低的 引盘随便引 啊 这些 你想往这边引 往这边引 想往后引 往后引 你只要能够让你保持住你的球盘和球的接触面积 就OK的 往哪引 都OK 这个我 我不固定啊 因为这个动作问题我从来不教给大家 我教的都是感觉 因为每个人的动作它都是不一样的 把这个点啊 第四个点就是如何把这个球的弧线去发低 我需要站到对面 让大家以第一视角去看啊 稍等啊 朋友们 我调镜头 咱们每点关注的点关注啊 每天十二点半 咱们免费分享技术教学啊 咱们就给大家去聊一聊 咱们最核心的点啊 最核心的点 来啊 我从这个点啊 给大家去发几个球 朋友们去看一看 你去看一看啊 想要弧线比较低 我问一问朋友们 咱们是需要压弧线呢 还是需要去造弧线呀 是不是咱们大部分人都会选择去压弧线 那朋友们去思考一下啊 压弧线 压弧线 我们要靠什么地方去压 给大家去两个选择啊 第一个选择 靠你的下半身 第一个选择 靠你的上半身 对于勾手拱来说 你你觉得 是应该上半身去压弧线 还是应该下半身去压弧线 我们去思考一下 你觉得应该怎么去压弧线 给大家去做两个动作啊 第一个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这是第二个 是上半身压 你就打个上 是下半身压 你就打个下 这个啊 咱们随便打 因为现在就是给大家去提提问的 提问的环节 对错 我一会会讲的 朋友们 没有关系啊 咱们就畅所欲言啊 畅所欲言 因为你不说出来我也不知道你说的对还是错呀 对不对 朋友们记好啊 你看我刚刚发完了 其实很多朋友们从下 打成了上 因为你会发现啊 我用上半身去压弧线 你会发现我的动作是比较均衡的 比较平稳 这个就是压弧线 那下半身呢 朋友们你会看啊 所以大家记好啊 对于勾手拱来说 我们一定是靠上半身去压弧线 也就是说 用哪里啊 用你胸口的位置去压 胸口的位置去压弧线 为什么不能用下半身 这个点主要是结合于实战 我们想一想 我们发球 很少有可能会支 发完球之后 对手直接吃发球 很少 大部分的人 如果接不好的话 可能会选择给你碰过来 但是他也能上台 所以你发完球 你需要去考虑的是 如何去衔接下一板 所以你靠上半身去压弧线 朋友们去看一下啊 我用上半身去压 现在是不是 我的 朋友们去看啊 我上半身压完之后 我的身体是前倾的 并且我的力量 是压到了我的 左腿 也就是说前面这 前面这条腿的一个 膝关节和脚上 那你 你去看一看啊 乒乓球脚底下的步法 是一个什么原理 朋友们记好啊 它是一个弹簧的原理 所以说 你压的越狠 它弹起来的速度会越大 所以你用上半身去压 压完之后 你的膝关节会给你一个 反作用力 给你弹起来 你才能够去进行 下一板的还原和衔接 还原和衔接 发球 没有人用下半身去发球 朋友们啊 下半身去压弧线 我再给你去做一个 你去看一看啊 它是什么呢 它是在两个腿往下去 泻力 它是在去 看 朋友们 这个什么 它是在泻力 对 也太费膝盖 看到朋友们 所以说啊 压弧线一定是上半身去压 但是我们的膝盖 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啊 起到的是一个支撑和反作用力的一个作用 支撑代表是什么 把你上半身整体的力量撑住 反作用力呢 就是你想要再去还原的过程当中 蹬地 地给你一个反作用力弹起来 你去进行还原 你才能够去衔接 下一把 衔接下一把 这是第一个点啊 用我们的上半身去压弧线 上半身去压弧线 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 压弧线除了用上半身之外啊 你还可以用你的手 用你的手去压弧线 因为刚刚 我刚刚给大家去说的啊 勾手拱球的雏形是什么 是不是有一个往前去翻盖的动作 这个是勾手拱球的一个雏形 感谢宋的小欣欣啊 感谢 所以你会发现 我的手啊 也要往前去盖 那发过去的球就这样 这个是大家所需要去练的 手作用 它也是压弧线的一个作用 因为我去盖过去 相当于我的手在上 球在下 弧线 比较低平 对了 你看啊 这个朋友说的 看我翻盖的动作比较小 来 如果说大家也和这位朋友 有一样的一个想法 也一样去思考了 你去扣个一 他说的什么 你看啊 我给大家去做的动作是什么呢 翻盖的动作是这样做的 但是我自己发球呢 我是这样发的 有这种疑惑的 为什么我发的和我教的不一样 有疑惑的扣个一 朋友们 有疑惑的扣个一 我给大家去解释一下这个点啊 如果说你现在有这种疑惑 你扣个一 这个点 是比较难的一个点 我一定是放到最后去给朋友去讲 这么多 你看是不是啊 你看我刚刚给大家去发的 是不是勾手动作的雏形 诶 但是我自己怎么发的呢 你就看啊 我自己怎么发的 这一点啊 如何去做 咱们现在就给大家去讲一讲 首先啊 讲这点之前 我先问一问大家 刚刚小曾从对面给大家去讲的 包括这个压重心 咱们直播间还有没有没听懂的 或者说咱们直播间听懂的朋友们 打个懂 好吧 听懂的朋友们咱们打个懂 然后我才能去讲 我接下来为什么不按照我讲去发 因为这个东西是涉及到实战和比赛 一定你要把基础搞懂 我才能去给你讲这一些东西 要不然你是听不懂的 要不然你是听不懂的 懂了是吧 懂就行啊 朋友们 希望咱们打懂的朋友们 觉得我讲的还行的 免费的关注点一个 点赞啊 点赞 已经到了 朋友们 因为每一天 有一万的一个点赞 和三十个新粉的关注 和二十个粉丝 登牌的一个任务 那希望朋友们 能帮小曾去完成完成 好吧 完成了呢 我也就不说了 好不好朋友们 咱们每点关注的点个关注啊 每天中午十二点半 咱们给大家去讲技术 来 咱们给大家去说一说 为什么我教的是这样 但是 我发的球是这样 是不是不一样 是不是不一样 感谢啊 你看啊 为什么我发的不一样 因为我有一定的基础 我也给大家一个建议啊 如果咱们直播间 现在是两百四十位朋友 你是刚刚接触勾手拱球 第一次听 或者前面也没怎么发过 你要按照我刚刚所发的 这种动作 先去找到这种翻盖的一个感觉 把感觉找好了 你才能够去进行这种高难度的一个假动作练习 那如果大家是有一定的基础 原来也发过 并且刚刚前面所讲的能听懂了 那我现在给大家去讲一讲 我为什么没有去盖 而是相当于我往前去送了一点 咱们给大家去讲一讲 因为往前送是更有利于去加假动作 也就是刚刚我一开始 刚开播给大家去发的 同一个动作去发出两种不同的旋转 什么意思 来啊 大家盯盯好我发的球啊 我给大家去发两个球 来 朋友们看好啊 我发两个球啊 你去看一看我发的什么旋转啊 就这个球 侧上还是侧下 朋友们打一打 就刚把我发这个球 侧上旋还是侧下旋 朋友们打一打 觉得上的打个上 觉得下的打个下 侧上还是侧下 直横拍一样啊 我没有说直横拍的区别 直横拍是一样的 直横拍是一样的 我也会分别示范 朋友们先别急啊 先别急 我刚刚发这个球是一个侧下旋 是一个侧下旋 那为什么有这么多朋友们 会觉得我发的是侧上旋呢 因为你会发现啊 我给大家去发两个明显的啊 朋友们看好啊 我告诉朋友们 现在我第一个球 发的是勾手拱的侧上 朋友们看我的动作啊 看我的动作 这是勾手拱的侧上 我再发一个第二个球了啊 第二个球我发一个勾手的长侧下 我问一下咱们直横拍的朋友们啊 问一下咱们直横拍的朋友们 你看到的区别点是哪里 有看到的 你就担不上去把你所认为的区别点打出来 如果说你没看到的 你就打个没看到 有没有区别点 729是一个品牌啊 国企 1972年9月去成立的 到今年也50多年了 国家的企业啊 国企 7加2等于9 漂亮 其实这位朋友说的很好啊 我看看啊 拍行一个立一个测 这个说的很好 包括咱们打拍行的朋友们 说的非常好 说的非常好啊 朋友们 打拍行的朋友们说的是非常好的 我刚刚一个是侧下旋 一个是勾手拱的上旋 区别点 一定是在我拍行的调节上 我全部的共同点 你会发现 我的动作都是往前上方去走的 说说的非常好啊 一个是切的 一个是勾向前的 这个看得非常仔细 说的非常好 说的非常好啊 但是你会发现啊 如果我不告诉大家 你是看不出来 我发的是侧上旋 还是侧下旋的 因为我所有的动作都是 我最后的所有动作都是往我的前上方去走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教给大家是这样翻盖 但是我自己去发 我是往前去推 就是为了能够去更好的加甲动作 去平衡一下侧上旋和侧下旋的一个发力 也就是为了让它去更模糊一点 我再给朋友们去做一下啊 看啊 侧上旋 这侧上旋 侧下旋呢 你看其实我现在从这个视角 大家是能够去看得出来的 我侧上旋是直接 啪 捅出去 我侧下旋呢 略微是有一点由下到上去铲去的感觉 这个是区别 你看我在对面发 你是看不到这一些的 如果说朋友们去侧面去看我的动作 你会看得很明显 直拍啊 朋友们看啊 直拍啊 这是勾手拱 侧上 这是勾手侧下 学会了 我现在觉得强的可怕 看到朋友们 来 讲到这里啊 这个原理你能听懂的 你扣个一 这个原理你能听懂的 准备动作和出手最后的结束动作都是一样的 区别点就在于你接触球 是立着拍子接触球 还是平着拍子接触球 能懂得扣一 不懂得朋友们 我再给大家去说一下啊 原理就是差不了多少 对啊 就是为了让大家看的差不了多少 才给大家去教的这个点 去教的这个点啊 如果看的比较清楚的话 就没有必要去教了 对吧 朋友们看啊 原理啊 就是你拍子平一点接触到球的偏底部 切下去 它是侧下选 拍子那一点接触到球的偏后部 直着出去 它是侧上选 就这个区别 就这个区别 旋半旋转差不了多少 别着急 我马上就说这个点 马上就说 这个点啊 直拍是一样的 朋友们有区别啊 直横拍没有区别 咱们直播间有直拍的有打横拍的 有打直拍的啊 没有区别 没有区别啊 都是一样的原理 只不过是握拍的区别 这个我前面也讲过了 别的没有任何区别 大家一起听就可以啊 那这样去发 我给大家去抛出一个问题 朋友们去思考一下啊 朋友们想一想 那你是不是肯定想像我一样 既能够同一个动作 发出勾手的侧下 又能够同一个动作 发出勾手的侧下 并且都是长球 都是长球 那我给大家去抛出一个问题啊 你发的这个长球 它是以旋转为主呢 还是以速度为主呢 因为刚刚有朋友说了 旋转差不了多少 但是我刚刚说的 一个是侧上旋 一个是侧下旋 那我问一问朋友们 如果你去把这两个球 结合着去发 你是以勾手的侧上旋为主 还是以勾手的侧下旋为主 对了 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 悟性还是非常高的 可以为自己鼓鼓掌 朋友们 正是以旋转为主 这两个点 既然咱们给大家去说了 朋友们记好啊 一定是以速度为主 并且是以侧上旋为主 侧下旋为辅 记住我所说的话啊 是以侧上旋为主 侧下旋为辅 为什么这么说 咱们给大家去分析一下 比赛接发球人和发球人的心理 你看我分析的对不对啊 比如说现在咱们两个去比赛 我发球你接发球 咱们两个谁都不认识谁 那我上来给你发了一个这个 啪 我先发了一个勾手拱的侧上 啪 啪 那侧上旋刚刚前面我也说了 难点是速度快 有一定旋转 但是最起码它是上旋球 那如果说咱们两个第一次去打比赛 你不知道我的特点 你也不知道我的发球 我突然间给你发了一个长球 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碰 不管是横拍不管是直拍 准备好的球来了 哎呦 一定是这个动作 因为你会想不到我发的一个长的 并且我发的一个勾手拱 强力还比较 还比较赚 你会觉得一碰 啪 一碰 大概率这个球是能上台的 只不过你碰过来可能会比较高 那如果大家比赛打的比较多的 接发球的人 他就会想 哎呦 卧槽 这个球发的还挺长 还挺快 他这样发的 哦 这是一个侧上旋 他会去记一记这个球的发球动作 因为大部分人看发球 看的是什么呢 看的是动作 所以他会去记 哦 这个球 挺长 也挺顶 但是他发的是侧上旋 那我记一下 那对于我 我来说 我第二个球继续发 我还发这个 那接发球人的心理就会觉得 哦 那我记好就行了 他这个动作就是侧上旋 我一拨 这个球就能上 没问题 没问题 这个是前两个发球人和接发球人的心理 大部分人都会这样 朋友们不要反驳我啊 两个不认识的人这样去打 大部分人的心理都是去记动作 这个毋庸置疑 朋友们 那有了对手这种先入为主的状态 那我再去稍微变换一点旋转 比如说我用同一个动作发个侧下 哎 这种时候那对手一接 他会形成什么样的变化呢 他会觉得哦 他还是这个球 我不怕了 我一拨 啵哧 下网了 那他这个时候就会想了 哎 停 有水啊 等会儿啊 有水 第一反应就是这个 那我再发一个啪 勾手侧下 但是呢 速度基本上是一样的 动作也没有什么变化 那他这个时候就会想了 哎 他还给我发出侧下来了 那我接的时候 我得慢点接 我得去反应反应 这个球他是往下走还是往上走 这个是大家的一个心理 绝对是这样的 那 这个时候其实对手已经脑子已经混乱了 因为他会发现 我侧上拳啪 也是这样发 我侧上拳啪 动作差不多 并且我发的都是长球 他反应的时间没有那么长 他会觉得 我操这个球可不好接啊 那我等一等了 我想一想怎么去接 他越想越不敢接越不敢接越犹豫 你的发球就成功了 目的就是为了达到这种目的 所以你需要以侧上拳为主 配合侧下拳 并且侧下拳是以速度为主 你要尽可能的牺牲掉你的旋转 因为两个球 什么样的球好接 什么样的球不好接 朋友们看啊 什么样的球好接 一定是两个球有非常大的一个差距 比如说勾手拱 啪 虽然我也发的比较快 但是你能够去看得出来 侧下呢 哎 这个球非常转 但是我两个动作是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样的话是很好接的 什么球不好接 朋友们看啊 我发一个勾手拱和勾手侧下 你看我不告诉你 你看我不告诉你 你会觉得哎 这个球长度差不多 速度也差不多 有一个转有一个不转 来 咱们不着急啊 一点一点捋啊 一点一点捋 能听懂的咱们先扣个一啊 不懂的扣二 能懂的扣个一 我看一看咱们直播间有多少人能听懂 能听懂啊 能懂的扣一 不懂的扣二 因为这个是确实比较难 我为什么放到最后去给朋友去讲 我为什么到最后才给朋友去讲这个东西 因为前面讲的是基础的 咱们大部分朋友能听懂 后面是涉及到实战的东西 从两个人思想上的博弈 到我去发球选择 策上为主 还是策下为主 这些都是经验所谈 没有说固定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会放到最后 最后给大家去讲 最后给大家去讲 我看咱们直播间有多少人能听懂啊 那如果对手只看弧线 不看动作呢 只看弧线 不看动作 来 你去看一下啊 如果就按照刚刚这朋友说的 只看弧线 不看动作 你不要忽略一个点是什么 我发的这个球是长球 你觉得他等一把长球 能够退到什么地方去等吗 他是等不了的 所以这个球你是逼着对手去快点接 你才能够把这个优势点发出来 所以我刚刚说了 最大的难点是速度 一定是以速度为主 牺牲一点旋转 甚至牺牲一点弧线都没问题 你只要把速度发出来 对手的反应时间就没有那么多了 逆旋转能不能发出这种效果来 能 但是很难 我不教给大家 我不教啊 我不教 因为朋友们学不会 也不好发 很难发 我可能自己都发的没有那么好 因为我个人是高手发的 比逆旋转发的好 所以我教给大家我最擅长的 并且高手发球的迷惑性会更强 你看我发的这个球 一个是侧上 一个是侧下 动作基本上是一样 但是逆旋转它不行 逆旋转它不行 因为逆旋转是需要你有一定基础的 有一定基础你才能去发好 逆旋转发球 没有基础你是用不到这个手指手腕的力量 那就是感觉 学 学 学不会是吧 别急啊 朋友们 能听懂已经非常好了 咱们这不见的朋友们 如果说能听懂的已经非常好了 那我集中给大家去解答一下 刚刚朋友们所不懂的点啊 就是侧下旋 你发不出来 发不长 所以咱们回到原来那个问题 为什么我教大家是这样 但是我发的时候呢 我是往前是略微有一点推出去的感觉 着重点就在这里 推出去 朋友们看好啊 就告诉大家这个侧上和侧下 想要速度 想要动作基本一样 你的变化点在哪里 朋友们看啊 变化点 我一个是推出去 看好 我推出去的时候 拍的形是什么样啊 看好朋友们 可以说是基本同一个动作 但是还是有区别 还是有区别啊 只不过朋友们现在从侧面 你能看得出来 我去对面发 你是看不出来的 这个就是侧上 你推出去是不是相当于 你也用球拍给了球的一个 一种摩擦感 摩擦感 那侧下怎么发 朋友们看啊 侧下选 看好 侧下 你去看一看 我侧下是不是 也是推出去 只不过 我是有一点 铲球的感觉 和正儿八经的勾手 侧下 有点区别 但是区别不大 这个是对于我个人来说啊 对于我个人来说 就是略微找一种什么感觉啊 找一种把这个球连挤带切的感觉 把它弄过去 连挤带切 这就是侧下 当然了 这个侧下只是为了去配合勾手拱 但是正儿八经的侧下拳 一定是比这个球要转 但是速度没有这个球快 因为我加的这种向前的一个推动的力量 所以这个球会发的又长又转 但是还是以速度为主 我在这面去给大家去发一下发出的效果啊 哎呦我的 哎呦我操 来啊 这个就是侧下选 这个我刚刚所发的这几个球 就是勾手的侧下选 勾手的侧下选 对 连挤带切 去把这个球有一点掏上去的感觉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挤住这个球 因为挤过去的球 它都有下沉 你再切一下呢 它就会有旋转 会有旋转 我要学会了 这上旋转 侧下旋 为啥不接同一个点 因为上旋球 你想要去发出去 你是需要是拍行 立一点接触到球的后方 撞击 下旋呢 你需要拍子平一点 接触到球的偏底部 去摩擦 所以它不可能是同一个点 不可能是同一个点 确实很难 朋友们 确实很难 确实很难 但是呢 我还必须要 不需要 必须要给朋友去讲 直拍没区别 朋友们看直拍 拱 最重要的点啊 给大家去说这么多 最重要点是什么 可能确实有的朋友们听不懂 有的朋友们能听懂 这个的话呢 可能根据大家对于发出的理解 包括说自己对于旋转的变化 包括比赛的一些阅读 都有关系 但是朋友们别急 不要灰心 我为什么能够给大家去讲出来 是因为这些东西啊 都都是我自己琢磨的 因为朋友们去想一想 你去发勾手的侧下旋 很多人 都是 以旋转为主 这个没有错 朋友们 这个没有错 因为你不管是 短的还是长的 以旋转为主 是没有错的 这个是没有错的 我给大家去说的 这个球 只不过是 为了配合这种勾手拱 因为勾手拱球 或者勾手这种急长球 它为的是什么呀 为的就是让对手拔不开手 反应的时间没有那么充足 所以我自己去研究了一下 它能不能用同一个动作 去发出不同的旋转呢 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但是啊 我也是告诉朋友们啊 这一点 它一定是你要 你要以我说的为主啊 就是你一定要先把勾手的侧上旋 去练好 因为勾手侧上旋 最大的特点就是速度快 你一定是有速度 对手的反应 时间才没有那么长 你才能够再去变换一点 勾手的侧下 你才能够把这个效果发出来 千万不要说以勾手侧下的旋转为主 这个是不合适的 是不合适的 起码在这个套路体系当中 它是不合适的 懂得吧 朋友们 能懂咱们扣个一 能懂得扣个一 这个的话 学会了 这个啊 朋友们这个点呢 其实勾手拱我也很很久很久 没有去给大家去讲过了 很久很久没有去给大家去讲过了 我也在完善我的讲课的一个方法 我看看以什么样的方式 我能讲的会更通透一点 让大家可能第一次听 也能听个八九不离十 我觉得就OK了 记好朋友们 穆石WS啊 我一直只求发下旋 没有错 这个没有错啊 但是你如果想要让对手揭发球比较虚 或者想要更好的去迷惑对手 你可以去练一练这个球 但是你就要去思考 你是摒弃你的旋转一点增加速度 还是就以旋转为主 因为这个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特点 所去制造的 我给大家去讲出来的东西 是根据我自身的一个打法 我去结合的 拍行不一样 一个平一点 一个是立一点 拍行是不同的 这个是根据我自身的特点 我去结合的 所以我讲出来的东西 我更多的是讲原理 我很少给大家去讲动作 是切到这里呀 是拍着多少度呀 是往前走 走多少呀 我很少去讲这个东西 懂了吧朋友们 所以啊 大家要根据自己的一个技战术的体系 你去想一想 这个球如何去做 再发几个是吧 OK啊 咱们这样啊 朋友们 觉得小曾讲的不错的 咱们没点关注的 咱们点关注 好吧 然后呢 咱们粉丝增牌 一毛钱 能够给小曾上个粉丝增牌的 我就非常感谢朋友们 咱们也不要求朋友们去买什么东西啊 咱们就粉丝增牌上一个 一毛钱的小新鲜 朋友们有的话 也可以去点一点 咱们虽然不卖货 那就没有成交额 那我也希望呢 保持一下这个直播间的流量 那就希望朋友们点赞呀 免费的关注啊 粉丝增牌 朋友们帮我去上一上 好吧 咱们也维持维持这个流量啊 好吧 朋友们 来啊 我再给朋友们去发一个啊 你看 我就以这个视角 因为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的接触球的一瞬间 我拍行的变化 朋友们去看清楚啊 感谢朋友们的指使啊 来朋友们看啊 来看啊 我先发一个侧上 我就发慢动作啊 非常感谢朋友们 来看啊 对 慢动作 你去看啊 勾手拱的侧上 来 你看我的拍行是不是平的 不是 是不是立的 是不是立的 你看 这个就是 相当于是一个推出去的力量 这是侧上 直拍的 朋友们看啊 咱们慢慢去做啊 直拍 侧上 对了 好 咱们变换到侧下 看好啊 侧下 我引拍的动作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接触球 你去看一看有什么区别啊 这个就是我的慢动作 没有加任何的假动作 你看啊 你去看 你会发现我接触球的一瞬间 我是切到了来球 这就是侧下 直拍 看好 朋友们啊 这就是侧下 能懂的 扣个一啊 就刚刚给大家去做的 刺变假 假动作 能懂的 扣个一 已经很清楚了 吧 朋友们 很清楚了 哎 可以这么说 就是刺过去的 也说是 切底下 切过去的 能懂了吧 OK 那我给大家去发一个快的 你去看一看啊 给大家呢 把速度加一点 然后呢 也加一点假动作 看懂了是吧 来 你去看啊 这个是勾手的侧项 这个是我加了我的发力 加了我的速度 那我再变成勾手侧项 啊 只不过我可能变化的会比较快啊 卧槽 这个球发这么好 哎 这两个球发的俱好 朋友们 俱快 俱顶 卧槽 呗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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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反正看啊 今天有感觉 今天有感觉 哈 我发的这几个球 你看 都是 切的 只不过我后面的动作 你看啊 我和刚刚发的 我有什么区别啊 刚刚发的我是 那我现在加了假动作 你看啊 你看我最后都是有一个往上提的动作 测架呢 我也往上提 这个就是我加了假动作之后的效果 直拍啊 别急啊朋友们 咱们一个一个来啊 今天也给大家去满足满足啊 来 我发快一点啊 这是勾手 拱 侧下呢 这是侧下 你看你会发现 其实啊 大家从这个视角 你看我的手是能够去看得出来的 能够去看得出来的 我的勾手拱是直着这样出去的 我的勾手侧下呢 会有一点从下面掏上来的感觉 这个就是区别 因为我从下面掏过来 我更好去摩擦到球的底部 但是如果你作为我的对手 来我去对面发两个朋友们去瞅一眼啊 我去对面发两个 去看一看啊朋友们 来啊 对面去发两个 我告诉朋友们啊 我先发两个勾手拱啊 这个是勾手拱 这是勾手拱 我再发两个勾手侧下 我们看啊 这个是勾手侧下 勾手侧下 感谢朋友们送的粉丝灯牌啊 咱们已经有20个人去送了啊 咱们没点关注的朋友们点个关注啊 觉得讲的还行的 粉丝灯牌就加个粉丝团 加个粉丝团啊 帮小能去完成完成任务啊 拱侧下厉害啊 对这个难点就在于你如何把这个球的速度发的大致差不多 因为你会发现我发出来的 你看是不是 我从对面去发 因为你看不到我手上的一个变化 看不到我手上的一个变化 这个球是很难接的啊 这个球是很难接的 我再给朋友们去发两个 你去看一看啊 朋友们看啊 勾手拱 这是勾手拱 朋友们看啊 勾手拱 侧下呢 这是勾手侧下 其实我现在发 就刚刚发的这四个球 大家其实有的人还是能够去看得出来的 有的人能够去看得出来 绝对是有的人能看得出来 但是我比赛肯定发的动作会比这个更隐蔽一点 并且说呢 突然性会更好 突然性会更好 这个的话呢 就是靠大家自己去练习的 自己练习 这个交 我已经把我所有会的东西已经交给大家了 我认为我是毫不保留的已经交给大家了 假动作也给朋友们去做了 慢动作也给朋友们去做了 但是学学会得靠大家自己去练 自己去练 这个球也是我作为比赛当中我比较拿手的一个球 我作为比赛当中我比较拿手的一个球 才进来的朋友们咱们早点来啊 12点半就开 12点半就不饿了 咱们讲一个小时 整一个小时没有休息 朋友们看到吗 从开始到现在巴达巴达一个小时没有休息 也感谢朋友们能够去在直播间去听我去讲 也感谢朋友们陪伴 好吧 咱们再点点赞点点关注 对这个就是绝活 这个真的是可以说是就是作为我个人的一个绝活 绝活 你看我这两个球发的是非常好 你看第一个勾手拱 第二个勾手侧下 你如果都按照同一个动作去接 你一定是有一个下往的 这个毋庸置疑 毋庸置疑啊 吉祥数字222 二到真无穷 二下去了 懂了朋友们 所以说啊 这一点朋友们挺懂啊 那这样吧 大家呢再点点赞啊 再点点赞 咱们点到2万 好吧 现在是1.6万 朋友们再点一点 然后我给大家去对面再发几个 我就让大家以接发球的视角咱们再感受感受 好吧 我再发几个 我也练一练 朋友们呢 咱们点点赞 我再给大家去发几个 让大家去多观察观察 去多观察观察 好吧 我把镜头再调一下啊 咱们也再多观察 没点关注的啊 这个问题咱们点关 这里啊 咱们点个关注啊 点个关注 这样啊 我就以大家接发球的站位和视角来咱们把镜头放这里啊 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这个点去接发球 对吧 那我给大家去发几个啊 来 稍等啊 朋友们 给大家去发几个啊 让大家再看一看 因为现在大家的视角呢 就是接发球的视角啊 就是接发球的视角 那我给大家去发两个 去看一看啊 接着球是211加985 可以啊 来 泼泼看啊 我就当我比赛去发啊 泼泼看啊 第一个球发个擦边 1比0 我赢了 哎呀 1比1 我发失误了 其实这个球还是不好发啊 你别看我讲的挺好 但是我比赛呢 他也会有失误 这个是很正常的 所以说就是朋友们哈 来 朋友们去猜一猜 我发这个球 什么球 什么旋转 我发这个球 什么旋转 并且啊 你可以去看一看 我所发球的落点都在哪里 落点都都在哪里 很好 很好 棒啊 very good 非常好 朋友们 very good 打侧下的 非常好啊 朋友们 听懂了 那就是懂了 OK啊 朋友们 OK 非常好 然后啊 朋友们可以再去观察一下 我所发的落点都在哪里啊 落点也是很关键的 你看啊 我不管是勾手拱 还是勾手侧下 你会发现啊 我基本上的落点都是落 落落在了哪里啊 都是落在了我球盘这个位置 也就是相当于我给朋友去画个脚啊 就这里 我问一问朋友们 我为什么要把球发到这个点位来 按理说这一半都是翻手位长球 我为什么唯独发向这里 朋友们知道原因的 咱们把原因在单位上去打一打 就这个地方 为什么我要发到这里来 我们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 说的很好 朋友们 顶 外角 因为我发的还是以勾手发球的基础去变形的 勾手发球什么球呢 发到这边之后 它是向右侧去拐弯 所以说啊 我发到了偏白线 或者刚刚有朋友说了 偏外角这个地方 它会什么呢 它会有一点拔不开手的感觉 因为正常人的揭发球 哎对了 有脚它不好揭 正常人的站位在这里 那反手最好揭的点在哪里呢 一定是在身体的前方 是最好揭的点 那这个脚呢 它如果 它如果不动的话 很容易就顶板边 这个地方 并且它不好去加力 它会有一点往怀里去顶 顶住的感觉 所以 大家如果说去发勾手发球 对这个脚 这个脚为主 变手 哎对了 尤其是直拍的朋友们 很变手 这个点位 包括推挡 它这样也推不上力 它得动过来 那这边的空档 是不是就有了 又交给大家一招 这就是比赛当中的一个调动 你发现这里 它一推 这边的落点 是不是就有了 打过去 就OK了 并且 它在这个点位 朋友们想啊 它在这个点位 想要接直线 你觉得好接吗 它不好接 一定是 它给个中间 或者给个反手 稳妥 那对于发球方来说 是不是发完了 你就往这里站 就OK了呀 等着它哗啦 你就赢球了 你看 无形之中 又交给朋友们一个套路 比赛当中的套路 简单吧 挺简单 难吗 很难 因为说着简单 做着不容易 这个就需要大家去 多发 多练 多用 这就是最基本的 咱们朋友们不是 有很多想让小人去教 发球的一个套路吗 比赛的套路 这个就是最基本的套路呀 发现这个点 它一接 打个落点 就OK了呀 朋友们 简单吧 简单 难吗 也挺难 是不好练 确实不好练 因为这些都是 你去比赛 你去训练 它能够去 有大份时间去积累 我才能够去给大家 说 讲了这么轻松 发的也 发的也还行 是吧 关键是怎么发的 怎么发的 你就下一次再早点 好吧 实在是没有办法 再重新讲 实在是没有办法 再再 再 你就早一点来 再早一点来 因为我从12点 其实这个东西 我从12点35开始讲 12点半开播 等了大家四五分钟时间 12点35开始讲 我就满打满算 中间也没休息 也没干什么的 还讲了55分钟的 所以说 重新讲 确实不太现实 不太现实 关键是 一两句话给你说了 你听不懂 听不懂 真听不懂 朋友们 这个 不是说我不信任 朋友们 是真的是很那什么 很难这个点 乒乓球 乓球 乓球 可以卖教育视频 这个咱们 就给大家去讲 能听到的 能来的 咱们就有缘分 有缘分 朋友们觉得我讲的不错 点个关注 上个灯牌 就知足了 朋友们 点个关注 上个灯牌 就可以了 没有 第二个就是 勾手 侧下 其实你如果能够去看得出来的话 你能够 刚刚一直在听 一直在仔细看 你是能够看出细微的差距的 细微的差距还是有 这个差距在哪里 我也告诉你 朋友们 这个差距在哪里呢 我也告诉你朋友们 你看 勾手拱 你会发现 我勾手拱的拍头 其实是朝向大家的 但是你去看一看我勾手的侧下 其实你能够看到的东西 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 这个区别在哪里 就是拍面 我告诉大家 这个区别点在哪里 就是拍面 拍面 你如果看到的拍面 是比较大的 比较广的 看出来的吧 朋友们看 勾手拱 你是看不到拍面的 或者说你看到拍面 是看到非常少的 但是勾手侧下呢 你是还能够去 稍微看得到一点拍面 这个就是区别 这就是区别 唯一的区别就在这里 唯一的区别就在这里 当然了 比赛的时候呢 我可能还是发的 比刚刚发的要快 朋友们看 我比赛的时候 是怎么去发的 比如说我比赛的时候 我还会去加什么呢 去加我 跺脚的一个假动作 比如说 有意思吧 很有意思 很有意思 对 因为我刚刚发的这三个球 就是比赛当中 我所去发的一些效果 包括说有这种 跺脚呀 有这种身体的一个 变化呀 这个就是后续 大家需要自己去加 这个我不会给大家去讲 我不会给大家去讲 因为这个东西 只适合我 不一定 所以你要有了基础之后 随着自己发学的变化 自己去加 自己去加 脑袋快大了 别急啊 这个呢 其实前面 我讲的也比较少 可能下一周呢 我也会再给大家 去讲一遍 这东西 我下一周也会再讲 所以说朋友们不用急啊 五一我也会播啊 朋友们 所以说放心啊 五一没有比赛情况下呢 我也会正常去给朋友去直播 所以说朋友们放心啊 没点关注的 咱们左上角点关注 点关注之后呢 咱们粉丝增牌可以上一个 粉丝增牌可以上一个 好吧 咱们也帮小曾去看看 能不能到个两万五千的粉丝 遮挡 看不到 我就知道会有人这么说 遮挡 看不到 很正常 因为你现在的接发球视角 本身勾手发球就有一点遮挡 就有一点遮挡 不要回抛 你说出这种不要回抛的话来了 那你可能对于发球没有理解 没有理解 发球不回抛叫不会发球 发球不回抛不会发球 因为你想要去发出比较好的质量 是都需要回抛的 因为回抛是为了什么 我给大家去再再去说最后一个点啊 朋友们回抛是为了什么 为了去合力 合力什么意思 正手拉球 合力是靠什么合力 球从前往后 我的力量 我的引盘 由后往前 这叫合力 发球呢 你如果不回抛是什么样 朋友们看啊 如果你的发球 它不回抛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你去看 你看协调吗 你看一眼啊 你觉得我的这个动作 协调吗 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抽抽了 这个就是我一点都不回抛 直上直下 你觉得协调吗 这个协调吗 它一定是需要回抛的 只不过回抛的判断依据和回抛的角度 是有区别的 后抛是违规占便宜 那你就不要抛啊 你不抛 你的平方球永远进步不了 你不要抛啊 你你也可以说像龙队呀 东哥他们的 你去看啊 你去看假 你去看回放的慢动作 它都是有这种抛路线 只不过 大一点 小一点 高一点 低一点 这个是区别 没有人直上直下抛球 没有人直上直下抛球 懂了吧 直上直下 除非什么呢 除非高抛 高抛发球 因为高抛是什么呢 它有这种重力的加速度 抛的高的快有加速度 所以它不需要有这种回抛的力量 所以高抛你会发现 抛的越直 发的越转 但是一般的中低抛发球 一定需要回抛 一定需要回抛 痛了吧 朋友们 可能您对于 的见解 理解 现在没有这么深刻 那所以说呢 您觉得我说的对 有道理 您就 您觉得我说的不对呢 您就按您说的做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因为咱们 我不可能去左右 每个人的思想 我也允许朋友们在直播间去反问我 去提出问题 咱们共同交流 共同进步 你觉得我说的对的 你就听 你觉得我说的不对的 咱们就下一个直播间见 就可以了 好吧 朋友们 好吧 好吧 允许的角度范围是不超过30度 我告诉你了 不超过30度 你还有什么 可说的 不超过30度 我告诉你了 不超过30度 你拿个凉角器 你来凉 我告诉你 你问啊 关于乒乓球的专业知识 你问我就可以了 我绝对可以告诉你 透透的 发球 不超过多少度 什么样的情况下 算犯规 什么样的情况下 不算犯规 我是有裁判证的 你不需要跟我降 我是有裁判证的 你一定要跟我降 你一定没有我专业 懂得吗 朋友们 如果说我教给大家是错的 那咱们直播间就没有说来听的的 全是来喷我的的 对吧 朋友们 这个咱们就不多说的 我是有国家体育总局颁发的裁判员证的 这个不需要朋友们去质疑 我教给大家的 一定是能用 并且 你能够去占到一定的小便宜 这个是没问题的 能用 对 我是国家二级裁判 只不过我最近在想考一级 所以说呢 我是有证的 这个朋友们放心就可以了 我不是说瞎教 我也是专业队的运动员 我初中升高中 乒乓球 考的是河北衡水中学 当时我那年龄段 我是总成绩第一 我比赛打的第二 总成绩第一 朋友们这个都是网上可以去查的 可以去查的 厉害 厉害啊 对 你觉得我错了 咱们就退出直播间 你去按照你正确的去说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对 不能再说了 要不然就带跑偏子 放心啊 朋友们 所以说你跟着我去学 绝对是能够学到东西 因为我不只是有专业队的基础 我平时小的时候和我的一些叔叔辈啊 哥哥辈啊 或者说大爷辈啊 我打的商业比赛 就是业余比赛 和那些咱们大家所谓的老油条 大爷们 我打的是非常多的 打的是非常多的 所以我对于大家的痛点 拿的是很准 很准啊 抛球不能低于15.25 就不能低于网子的高度 就是一般情况下 我们都叫做不能低于16厘米 不能低于16厘米 然后呢 抛球 不能把球置于指尖 要放于掌心 放于掌心 然后你的手 不能放到台子以内 或者台子以下 放到台子以外 接球的一瞬间 不能在球台之内的范围 圆柱体之内去接球 一定是在球台外面去接球 这些都是 都是考裁判的一些 必备的标准 我不会 那还能行吗 朋友们 主播是哪里人 我是河北唐山人 我是河北唐山人 唐山的 唐山的 然后我在杭州 我在杭州 好吧 朋友们没点关注 咱们点个关注 然后呢 我建议朋友们 咱们方便的话 可以加一下我的粉丝群 就是朋友们可以点我的头像 点我的头像 里面呢 进到我的主页里面 是有粉丝群 有粉丝群 然后朋友们可以去加一下粉丝群 就是我会在粉丝群里 比如说河北唐山人 我是唐山人 直拍能发吗 可以发 可以发 所以说朋友们如果方便的 咱们可以点个关注 上个粉丝群牌 咱们加个粉丝群 因为我什么时候开播 包括说 我如果说有特殊情况 今天播不了 或者我去带学生去比赛的 包括我也给大家去看一看 粉丝群里的东西 粉丝群里朋友们看 朋友们去问到我的问题 因为我是大学在杭州上的 也是走的乒乓球特长生 我孙老师是晚上播 我是中午播 我是中午闻看 问的东西 我都会一一去回复 包括 这个是昨天的朋友们看 大家去问的问题 我今天去讲什么 其实我就会根据 大家如何去问的东西 我去给大家去做讲解 这样的话呢 也让大家更有参与感 你看 这就是粉丝群里的东西 你看 我都会去回复 所以说如果大家呢 就是平时 比如说我不开播 因为我是周一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五天会给大家去直播 每周二和每周日 我的课程 就是我线下的课程 还是比较多的 周日 就是比如说明天 我中午是不播的 因为我明天要从早上九点 一直到下午两点半 我连中午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我要给我的学生去上课 有大课 有小课 周二呢 我要去杭州 试体校 陈兴伦 我要去代课 所以说 这两天 我中午是不直播的 咱们就周一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这五天 每一天没有特殊情况 我会去播 我会去播 所以说 朋友们放心 就是每天中午十二点半 周一 周三 周四 周五 十二点半 十二点半 给他们河北人 争光 对 老乡 因为我大学在杭州上的 我是浙江采英大学 浙江采英大学 也是走的 乒乓球特长生 所以说 我的乒乓球专业知识 大家不需要去质疑 绝对是能够让大家 学到东西 学到东西 反正咱们中午就没事 咱们中午吃完饭 没事的就来直播间 去逛逛 反正 也不需要 你需要去买什么东西 真需要你去买的 你真有需要 咱们可以去买 但是 没有事呢 咱们就听听直播 点点赞 点点关注 推荐推荐 然后上个粉丝层牌 你就可以的 可以的 咱们进群 您点我的头像 点我的头像 中午大概最少播一个小时 点我头像之后 里面 进我的主页 里面有粉丝群 有粉丝群 这样啊 朋友们 稍等一下 我拿 不行 我就 两个手 你看 点我头像 里面 就是进我的主页里面 有粉丝群 有粉丝群 横水圣经 你都不行 对 直拍啊 给你去 做两个示范啊 油好 看好啊 直拍啊 勾手拱 这个是球 这个是球拍啊 往前去 这样 这是勾手拱的侧上 勾手侧下 这样 这样 这是侧下 如何加假动作 所有的动作 接触球之后 往前上方走 这就是假动作 这是对于我来说 我认为挺管用的 一个假动作 都往上走 都往上走 好吧 鹏盘 可以吧 横盘 好 来 横盘 来 横盘 这个球 走 走 走 这是侧上 触球之后 触球之后拍子是可以进台内的 就是你触球的一下 你不能在台子里面去触球 要在台子外面这个点去触球 你触球完之后 台子是可以进来的 因为这个属于连贯的动作 这个是不犯规的 侧下 这样 这样 不客气啊 咱们 没加粉丝中牌的 加个粉丝中牌啊 没点关注的朋友们点关注 好吧 我给大家去同意同意 咱们没进粉丝群的啊 给大家去同意同意 没点关注的点关注啊 没点赞的咱们点点赞 好吧 不斜拍子吗 拍子不是斜了吗 一个是立起来 一个是平一点 这个就是区别 别的没有区别 就立一点和平一点的区别 立一点和平一点的区别 别的没有区别 别的没有区别 对 咱们粉丝中牌没有上的 朋友们上个粉丝中牌啊 然后呢 明天我是不直播的啊 然后呢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技术问题 咱们粉丝群里直接去说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 比较建议朋友们 去加粉丝群的原因 因为我可能会有两天不直播 但是万一朋友们有问题 你没有地方去给你解答 你可以发到粉丝群里 你问我 爱头我一下 我会给你去做解答 但是呢 我可能解答的时间 不一定那么时效 因为我平时的课程 线下的课程也比较多 我马上两点半 我要去带我的学生去上课的 所以说我会在我空余的时间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啊 没事看看手机 或者睡觉之前 我会给大家去做统一的回复 这个朋友们放心啊 放心啊 感谢朋友们送了粉丝群牌啊 非常感谢啊 所以说我也是 比较建议朋友们去加一下 就是你如果很方便的话 可以去加一下 可以加一下啊 有的人发球时不抛球 咋办呀 还没法说 粉丝群亮了 粉丝牌亮了 怎么进粉丝群啊 就是点我左上角的头像啊 这个地方 点我的头像 里面能够去进到我的主页 主页里面 您去找一找 有粉丝群 您可以去申请申请 可以去申请一下啊 然后不抛球怎么去解 怎么去解决啊 我也给大家去说一说啊 咱们再把这个问题 给大家去说一说 也是我个人的理解啊 如果说你是跟你的亲朋好友 跟你比较好的朋友去打球 不抛球也确实没办法 你也不能说球不抛了 你朋友都不做了 球也不打了 这不太现实 所以说呢 咱们尽量去克服 你跟对方说一声 如果说他还是这样做呢 那你就加强自己揭发球的能力 你可以把它当成一种锻炼 因为他不抛球 肯定是他的原因占主 你自己去接呢 肯定不好接 但是你回想一下 你倒过来去想一想啊 你如果说把不抛球的 这个球都接的比较好 那你去打正规的比赛 那你接别人的球 是不是就随心所欲了 所以说你就把它当成 对于自己的一种锻炼 你多接 多接 他就好 他就好 因为这个是本身你自己不可控的 这个也没办法 对吧 朋友们 所以说咱们尽可能的去克服 尽可能的去克服 咱们就换一种思维去想 你把这个难题 从他身上去解决了 那别人发球好的 动作标准的呢 那你是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你就不害怕 就不害怕 对 你得多提升自己 其实你也没有办法去 正规的去规定对手 必须去什么什么样 什么什么样 本身朋友们就以锻炼身体 以开开心心的去比赛为主 也不 也不可能说 你不抛球 我就不打了 其实很少 很少 对吧朋友们 如果咱们尽可能的去 当成一种磨难 练习咱们去多练 你就把它 想象成你自己的陪练 你就会了 你就想着 他不抛球更好 他陪着我练 我练练揭发球 就OK的呀 你这样想 你就不会说 哎呀他不抛球真难受 你就 不会这样 所以说你换个角度去考虑 换个角度去考虑 就可以了 这个也是 我做直播以来 所去发现的 就是 比较好的一个点 比较好的一个点 咱们换一种角度去考虑 其实就好了 迎刃而解的 问题就 对吧 咱们这样啊 就到两点啊 朋友们我就 因为我两点半还有课啊 咱们就到两点钟 两点钟 然后呢 咱们就下播了 然后呢 没关注 咱们点关注啊 没加粉丝团 那咱们加个粉丝团 好吧 一毛钱上个粉丝当盘 然后咱们那个粉丝群 方便进的朋友们 加个粉丝群 加个粉丝群 发抢套路的步伐 怎么练 这个可以周一讲讲啊 这个可以周一讲 因为这个东西呢 步伐 其实最简单的步伐啊 就是病步 侧步 和上步 就没有了 最简单就是这三个啊 就是病步 侧步 和上步 哎 对 本身就是锻炼身体 开开心心的 出出汗 能多吃点 能多喝点 睡得好一点 身体别有病 咱们锻炼锻炼身体 开开心心的 就就行了 如果说你去打正规的比赛 比如说 比较大型 一点的比赛 不用你说 裁判他就会去说了 所以说呢 咱们还是提升自己 揭发球的能力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啊 好吧 朋友们 咱们就 最近一段时间的直播呢 我就以这种 发接发的方式 或者以这种 比赛基战术的方式 咱们给大家去多讲讲 因为我的学生 可能五月四五号 要去比赛 所以我最近两天 也在给他去加 这些比赛的东西 所以咱们就 也给大家 多去拓展拓展 这些知识 好吧 给大家也去多 拓展拓展 这些知识点 然后呢 朋友们没事的 中午吃完饭 咱们就来 中午来玩玩 中午来听听 对吧 有问题咱们问 有有有问题问 然后呢 等后续 给大家去上小黄车了 反正大家有需要买的 可以去买 产品呢 肯定都是千里的产品 然后呢 品质也非常高 然后呢 大家如果说 确实有需要 朋友们可以去买 然后呢 技术 反正每一天都是 免费的 去给朋友去讲 也不付费 你觉得我讲的还行 点个关注 点点赞 一毛钱的粉丝能牌 咱们也不用多 朋友们也不需要 去刷什么礼物 也不需要 咱们就 一毛钱 我觉得就够了 就够了 朋友们 就支持 就是因为你会发现 我现在没有挂小黄车呢 流量也还行 也没往下掉 就是因为 大家帮我去点赞 你看 点赞比原来 挂小黄车的时候多了 包括每天的关注呀 每天的粉丝能牌 就是会变相的 也能把我这个账号去维持住 所以说也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就是没有大家的支持 也不可能说人越来越多 对不对 感谢朋友们 非常感谢 接测询讲讲 接测询呢 明后天吧 明后天吧 朋友们 因为今天讲的倒亮了 倒亮了 我有点讲不动了 讲不动了 朋友们 从十二点半到现在 一个半小时 嗓子还没停过呢 嗓子有点冒烟了 咱们马上就下播了 好吧 朋友们没事的 也休息休息 下午打打球 打打球啊 老师叫啥名字 我叫啥名字啊 我 你可以去看一看 我主页里有啊 我姓刘啊 你就叫我 小曾就可以啊 小曾就可以 因为大家都是 我的叔叔辈啊 长辈 哥哥辈啊 可能有的 跟我爸爸 跟我妈妈 一个年龄 甚至 比我爸爸妈妈 年龄还大 所以说朋友们 就叫我 小曾就可以啊 小曾就可以 咱们是小辈 对 咱们先跟大家说啊 我周日是不直播啊 这个跟大家先说好 明天我是不直播啊 因为明天 中午我确实是抽不出时间来 连中午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我要给我学生上 上课 从早上九点上到 晚上的 不是 上到下午两点半 所以说确实是没时间 确实没时间 咱们就周一 周一啊 朋友们没事了 到时候我也会在粉丝群里先 提前和大学说 所以说我也是 比较建议朋友们 加个粉丝群 因为我什么时候直播 什么时候有情况不播 这样的话呢 我会在粉丝群里通知 大家可能避免会跑空 对不对 好吧 咱们多的 多的也不说 少的也不落啊 然后呢 希望大家 点关注 每天没事的 咱们来直播间去听听课 学学球 也祝大家呢 每一天都掌球 每一天都有进步啊 然后呢 我就先下播了 明天不放假 明天 放假 但是我的学生 要 哦 可能大家 工作 要上班 是吧 但是小学是放假的 尤其是杭州这边 他明天是就开始放假的 所以说我们课程 还是正常去上 正常去上 可能大人 家 家长是不放假的 但是 学生是放假的 学生是放假的 好吧 明天看情况 朋友们 一般是不播 如果明天 真的是 学生来的不多 或者有请假的 咱们中午也给大家去播 好吧 咱们看情况 看情况 看情况 好吧 那咱们就 祝大家每一天 都开开心心 快快乐乐的 咱们去掌掌球 然后呢 大家比赛前呢 都活动活动开 别因为去打个比赛 身体受伤了 就不值得了 然后呢 也祝朋友们 球技大增 好吧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那就先下播了 咱们明天 争取播 如果播不了的话 我粉丝群就通知 咱们周一播 好吧 那就先下播了 拜拜 朋友们 拜拜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咱们没加粉丝群 那加个粉丝群 对 拜拜 朋友们 拜拜 咱们争取明天见 明天见不了 咱们就周一见 拜拜 咱们 拜拜 好